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上次的视频有关于如何安全取信 很多朋友都说有得着 其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他每次收信 都是把封信放在车旁一至两天 然后才拿入屋 他说肯定病菌就死了 那是不是呢 我就做个资料搜集了 你看下以下的三个图 这一张就对7种物质作测试 这一张就对10种物质作测试 看下病菌停留在这些物质的表面 这一张就对11种物质作测试 看下病菌停留在这些物质的表面 多久才死 这一张图片 原来也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说他三个小时就死 但这一个就说他四至五天才死 但有时我们收到一些速递 或者是即食的外卖食物 那不可能放在车盆一天才拿 那好了 那我们就会想 如何可以即时将它消毒 然后拿进屋就比较安全呢 那我就想到 要么就用酒精去噴它 要么就用wipe水去抹它 对不对 但是 还有没有一些好些的方法呢 那这下呢 我就对外卖食物 包裹和速递 就做了一个示范 那大家看看又是否可行 那我重新声明呢 这些方法呢 都是我自己在医院里面 学到有关于有菌和无菌的观念 和是如何戴手套 脱手套的观念 那大家就作为参考 如果你自己有更好的方法呢 当然最好了 我们最重要 就是对这个病菌 是大家怎样去一起对付它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介绍一下 如果是有外面的食物送了来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是很干净的 拿进屋呢 那你见到 它现在的食物来了 那我们呢 就首先预备呢 就是两只杯 因为我有两杯冷准 那就是 我们也预备了一个高椅 方便去示范的 那呢 也都有两只 是一次性的手套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首先大约 那你可以想象呢 它送来的东西呢 我们当它是骚髒 那首先呢 我们就打开了它的袋 里面呢 就干净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就这样 将右手 包住左手 手套 这样拿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拉开个袋 这个手干净的 就将里面的食物呢 就拿出来 那这样 然后呢 放在旁边 接着带手套 然后呢 然后呢 将两杯饮品呢 就倒进去 我们预备好的杯中 搅拌它 那是不是很干净呀 那这对手套呢 我们呢 就不要搅拌了 我们呢 首先呢 就享受了我们 豐富的食物先啊 那整个可以进屋 那我们是不是很干净呢 那呢 首先呢 我们就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你已经清洁了的盘 或者 就你用一个Wipes 呢 那呢 首先呢 我们就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盘 或者用酒精都可以 那然后呢 我们不需要抹整个箱了 只是抹这个 好 那这样呢 看一下老婆 我们现在呢 我们开了它 又有些零食 那你看看我怎样示范了 就是呢 把手套放在这里 把自己的手拿出来 然后在里面拿一些食物出来 这样可以放在这里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箱放进去 食物是否很干净 有份邮件来了 可以拿到里面的食物 而又干净 首先戴一对一次性的手套 然后用剪刀 剪开过的 我今次为了示范给你们看 我粘连一点 我把它剪开 然后打开 把它剪开 原来是一本书 然后你的手在这里 捉住 这样拿去里面的书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那是否可以很干净 那这些方法我希望帮到大家 记得之前和之后 都要用剪洗手七个部位 还有不要经常摸面 眼、口鼻 接下来 还有很多生活上的趣味 和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点赞 分享 和订阅 我希望继续见到大家 多谢 在这些方法 对 你 你 我 我 我